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很希望帶著我的茶具 去一些不同地方 一些我很有興趣感受的風景 一個人靜靜地坐 在想想東西 喝茶 作詞 李宗盛 我是Pauline 我現在住在錦田一間老祖屋 很多人會很害怕這間屋 他們經常說 為何你們會租這裡 我們就覺得這裡很美 他們就很莫名其妙 好像你進來的那條樓梯很美 我經常忍不住 我會跟他們說話 這些磚牆其實是很平溫的 平時我是不用開冷氣的 我會覺得 比起我自己的城市 我知道我是更加幸福的 你以為他一直都不吃人間煙火 其實由小已經喜歡大自然的他 七八年前曾經為了存錢買樓 而要住深水埗的劏房 沒有了高山和大樹 沒有了日夜和四季的變化 一潭死水的生活 原來會出事 我下班晚上 我望上天 為何還是光殘殘 我看不到星 我立刻心拿著 我知道我自己是一個抑鬱的病症 我很差的時候 我跳不出來 我不想出街 然後我的貓 在那裡揹著我 然後我醒起我要餵牠 那一輪我的動力 就是我要餵牠 我覺得是釋放 不用擔心我 所以牠教了我很多東西 很怕死 人都會怕死 但到最後連自己都不重要 我想留下一些能量 我想世界更漂亮 我隻貓 走過一剎 我簡直說 謝謝你陳禮蓮 然後我就去疼牠 生活有180度改變 這裡有山有水 老屋和田 牠最初用老農民的本地花生 來做手工花生醬 又看了200多條的Youtube 自學做鳥結糖 天天都低頭細細研磨 反而本到出口 除了花生醬 我媽媽都很喜歡吃鳥結糖 那我就想 花生不如做鳥結糖 然後又經歷了一段很漫長 盡量用花生去磨 它本身的油 釋放出來 都很浪費時間 但是 你除了得到一張花生醬 可能你的心靈會掃乾淨 很多不應該積住的東西 這裏是鳥結糖 有花生的 你又做的嗎 對,我做的 你試試看 你整顆放進去 絕油 不用硬照 你見我 用彈牙 我不知道你 其實我的節奏比較慢 我每一早起床 我會去附近的田道 跟農夫聊天 看看有甚麼新鮮的蔬菜 其實我少了消費 但反而我很享受 可以利用到 這裏本地農夫種的蔬菜 它很用心去種 它們不會用化學農藥 所以我盡量不想浪費他們的心思 我每餐都會 很簡單 但都會吃到不同蔬菜的原味 夠啦 用菇沒有錢買呀 唉呀 用條條條 它現在的工作 就是開班 教人做花生醬和糖 還會帶道上團 讓人欣賞一下這個圍村的古蹟風景 慢慢發現 原來這條村 它仍然保留了很多 他們以前 起碼上千年的古蹟 他們每五年 就會找 在中大藝術 讀藝術的學生 去重新修復 他們有些壁畫 是很感動到我的 他們會知道教育是很重要的 他們會有幾個雜文的書施 這裡是有一間 是錦田唯一一間雜母的 叫做長春園 因為它是比較早期的 它很骨子的 它不太大 但是它會保存 到現在還保存一些 以前他們練武用的 大關刀 鐵柱 我們現在這些人 就不太容易搬得起 我後面的是錦田樹屋 在四百多年前 那棵樹包圍了一間屋 一起生 這棵樹很厲害 就是它生足的時候 一條樹枝都沒有吹爛 每年六七月的時候 然後有些貓頭鷹 定期會來這裡定居 會捉巢 就會有人進來專程去看牠們 如果有什麼不開心 跟這棵樹說 我覺得牠會明白 市區我眼見 其實生竹的時候 打爛了很多 牠們可能因為要蓋很多東西 都會拆光 這裡牠們很好 牠們當這棵樹是靈樹 牠們會圍著 好好保育 讓人們不要破壞牠 其實出來 一個人喝茶 看風景 慢慢的煩惱就會消失了 因為我家裡 牠們會給我空間 去過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所以我會很珍惜 因為我知道 並不是全部人都會有這個機會 這一刻 其實任何一個人 眼前好像有很多難關在這裡 但是我覺得 越亂越困局 你反而要知道自己的位置是什麼 堅持住 牠們一直在 其實我們的價值都會在 好 各位讀者 你好 我們有事請你們幫忙 因為蘋果日報 經營實在困難 請你們多多支持 富比 您 好 來 本節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